对呀 他都说了现在手上好多的订单 他有时候不得不限量销售 就是为了照顾到每一个客户 如果真正按客户需要多少就销售多少的话 他说了至少还要有10倍以上的供应量 周海梅非常开心 梅非色舞地说道 如此甚好 那就是说至少还可以解决10个线的产量 这么说吧 我们储州是基本上的蔬菜 他都可以包销售 无凡进一步问道 那肯定的 这还是他在现有的客户基础上 如果我们到时真的产量极其巨大 他还可以再去开拓其他地方的客户 他说过 如果他真正手上有大量足够的货源的话 他可以再把销量扩大100倍 并且如果真的需要去做国外市场的话 扩大1000倍都可以做到的 毕竟这个有机蔬菜是人间真品 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 太好了 太好了 吴凡非常激动地拍了拍大腿 说道 其实在农村里面 要种一点东西并不是很难 因为风调雨顺什么的 土壤气候都适应 但是在农村真正难的就是销售 因为很多的人都没有销售门路 所以就算你产量再大 农产品生产出来之后 可能都是烂在地里 这也是农村一直赚不到钱的原因 而现在我们的农产品有这么好的销路 真的太好了 是 吴凡 你说得非常在理 我记得我们家以前种了很多那个桥头 也叫茅葱头啊 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农场 他们之前好像会做这个 茅葱头加工做成罐头 所以我们种了几亩田 但是刚好我们大量种那一年呢 他们竟然就不收了 结果我们就带到市场上去卖 一天才卖个几斤 去各个食品工厂问他们都不收 结果那一年 我们家烂掉了几千斤的茅葱头 这就是销路的问题啊 周海梅非常同感地说道 这时 旁边的饭水兵也插嘴说道 吴凡 其实我们公司生产的东西 不管是有机蔬菜还是什么保健品药品 包括那些科技产品都是非常有需要的 生活中的必需品 关键不管是质量 还是口味都是非常特殊 可以说是唯一的 因此都不愁销路 那就太好了 这样一来 我就更加有信心了 可以让全市的农民都早点过上好日子 吴凡非常开心 范水兵看了眼吴凡 很欣赏 很感慨地说道 吴凡 说句实话 我虽然不是农民 但是我从心底里感激你 你为农民做了一件大事 可以说简直就是又一次 让农民翻身做主 以前那个林郑天太爷爷说 你是一个王者一般的人 可以让家里过上帝王般的生活 我当时还以为他只是夸奖你而已 现在仔细想想 你以后肯定是一个王一般的人 而且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王者 哈哈哈哈 过奖了 冰冰姐 我只是尽自己的能力而已 一切都是天意 或许是到了农民提升地位 过上好日子的年代了 毕竟老天爷也不愿意看见 农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过着最卑微最无奈的日子 就在这时 大家已经到了停车的地方 之前他们有六个人 现在再加上张学友和小兰 总共就八个人 两辆车也刚好能够坐得下去 下次再来啊 下次再来一定到我家里喝酒啊 哪天来提前通知下张学明 我们好准备杀一头猪和牛来招待你们啊 对 提前通知 我们好做准备 全村人一起来欢迎你们啊 跟过来的一两百个村民 见他们上车了 都不停地挥手 同时兴奋地大叫道 有不少的人眼里含着泪花 声音都是哽咽的 这是因为 他们想起车上几个人 就是能带给自己 翻天覆地命运大转变的人 所以心里是真正地感激他们 感激地落泪 无凡笑了笑 一直把头探出窗外 朝他们挥手 直到那些人再也跟不上车子 消失在远方围上 一个小时之后 一行八个人就来到了临水县的县城 吴凡对范水冰说道 我们大家随意到处转一转 主要了解一下 看哪里有房子出租 适合我们做办公室的 就把它租下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要不分头行动吧 看见哪里有面积差不多的房子 再打电话联系 范水冰看了一眼 其他几个人 可以 这样范围广一点 县城的每个角落都能走到 两个人一组吧 这样就有四组人了 周海梅也点头表示赞同 好 那就这样吧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一组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这样也可以保护好身边的女孩子 贺小龙笑呵呵地说道 吴凡点了点头 正合我意 就这样 张学友和小兰一组 贺小龙和周海梅一组 刘天生和苗翠花一组 吴凡自然和范冰冰一组 四组也不开车 朝四个方向走路而去 毕竟开车只能走马观花 观察了解的不仔细就不能做出 很好的分析判断 这是吴凡一贯坚持的原则 能走路就走路 吴凡和范水冰两人 一边逛着一边私下看看 以便看一下哪里有房子出租 虽然灵水是天水隔壁的县 但是吴凡以前也没有来过 因为没有什么事实 一般很少去其他地方的 因此虽然在天水县已经是如雷贯耳 但吴凡和范水冰两个人走在大街上 并没有人多看他们几眼 当然了 因为范水冰实在太漂亮 还是有不少的男人会多看他几眼 但是都不是那种崇拜的眼神 吴凡 看 那里在做什么 就在走了大概一公里左右时 范水冰突然手指着前面叫道 吴凡看过去 见很多人围在一起 还能听见有人在 啊 的惨叫 于是眉头一皱说道 我们过去看看吧 很快两个人就走过去 因为两人都比较高 所以他们隔着围观的人 也一眼就看见 在中间有十来个年轻人 正在围殴一个老人 这些年轻人似乎非常凶残 他们一个个用脚猛踩那个老头 肚子腿上胸口 甚至脑袋上 都不停地猛踹 那个老头毫无还手之力 不停地翻滚惨叫 在他的旁边 有一个篮子 似乎已经被踩扁了 在篮子的旁边地上 散落着十七八个玻璃瓶 玻璃瓶里应该装的是蜂蜜 有的瓶子已经破碎 有东西流了出来下 看上去就是像蜂蜜 而且一股蜂蜜的清香 已经弥漫开来 怎么回事 这么多人打一个老头 无凡见状大怒 本能的就要上前制止 就在这时 旁边突然有七八个 农民模样的人 冲了过来 指着年轻人大声地呵斥道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你们为什么打人 赶紧住手 少管闲事啊 不然连你们一起揍 你们这些臭农民 敢管我们的闲事 让你们变鬼 那些年轻人看了一眼 这些农民 一副完全不在乎的神态 你们再不住手 我们就要对你动手了 这七八个农民 似乎也根本不害怕 或许是横下心来了 同时仰起了手中的扁担 臭农民 你们这是找死吧 上啊 那个年轻人挥了一下手 他的那些同伙 就放过了地上 那个老人 直接朝着 这八个农民冲了过来 砰 砰砰 双方的人 顿时扭打在了一起 无凡 怎么办 看样子 农民这一方 好像打不过了 范水冰非常紧张地 拉着吴凡的衣服问道 他知道吴凡肯定是在观察形势 看到底需不需要自己出手 毕竟有人出手了 他就没必要再出头 果然 范水冰观察得没错 这八个农民 虽然手中有扁担这些 但是可能还是心怀慈善 所以下手一般都是 朝对方脚上或者背上打 可是那个年轻人却抄起东西 就直接朝这些农民的头上砸去 反正就是不管死活猛砸 因此不到几分钟就有两个农民 倒在了地下 而那些年轻人却依然不放过 继续对倒地的农民狠狠地砸去 其中有一个小青年 抢过一个卖稀的大姐的秤 抓起秤坨 就朝地上的一个农民头上砸去 我靠 太残忍了 这样砸下去 这农民的头不开花才怪 对啊 这些人真的是太没有人性了 殴打这些农民 哎 可惜我们也不敢上去帮忙 怎么办 报警了 治安人员也还没来 再这样下去 这些人农民肯定会被打死的 围观的人都在气愤地议论着 但是却似乎并没有人敢在上前帮忙 搜 就在那个秤坨即将砸中农民的脑袋时 无反闪电般地冲了过去 一把扣住那个年轻人的手 然后猛地一拳砸在了他的肚子上 轰隆一声 年轻人身体犹如断线的风筝凌空飞起 在飞了大约有五六米远时 他的身体猛地掉在地下 地皮都震动了起来 而那个他手中的秤坨 终究还是没有拿吻 呼的一声朝自己的腿上砸了过去 随着咔嚓一道骨头折断的声音 啊 这个年轻人发出了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声 砰砰砰 无法没有片刻地停息 而是果断地连续闪电出手 对于这些心狠手辣之徒 就不应该给他们喘息的时间 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摧毁 因此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那十个年轻人悉数倒在地下 半天动弹不得 哇 这大个子年轻人是谁 真厉害 不仅功夫好 而且还真的敢出手 要是一般的人真的不敢出手 这因为打赢了要坐牢 打输了要进医院 不会啊 现在不是有一个桃源 建议勇为基金会吗 现在只要是建议勇为受伤了 基金会出钱医治 要是打伤了对方要赔钱 基金会也会出钱赔 万一被冤枉坐牢了 基金会还会发坐牢的工资 只是我还是胆小不敢去帮他们 是啊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基金会 让这些人胆子稍微正常了一点 不然我相信这八个农民 肯定也不敢出手 因为万一在帮别人解围的过程中 打伤了行凶的人 光一要费 他们也赔不起 只能去坐牢了 流血又流泪 一生就毁了 边上的人建吴凡 已经制服了那十来个年轻人 都在那里一脸兴奋和疑惑的议论着 吴凡赶紧过去 蹲在那个老人的面前问道 大爷 你怎么样 哎呦 哎呦 我浑身都痛啊 哎 谢谢你小伙子 要是没有你出手 我可能会被他们打死 还要谢谢这八个老乡 哎 那个老头唉声叹气 痛苦连连地说道 吴凡拉着他的手时 其实已经替他暗中把脉了 知道他只是皮外伤 幸好并没有受很重的内伤 于是说道 大爷 你别太担心了 应该没有大问题 等救护车来了 到医院去救治就可以了 谢谢 只是去医院治 我也没钱呀 怎么办 他们会替我下药吗 老人家非常感激 但又一脸焦虑地说道 哦 你别担心 你这是意外伤害 医院本着救死扶伤的职责 一定会先救治的 再说了 年轻人打伤了你 我一定会让他们出医疗费的 你安心治疗就是了 吴凡安慰道 谢谢 小伙子 你真是好人呀 老人家泪流满面地 拉着吴凡的手说道 哦 不用客气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这是每一个热血国人 应该做的事情 你稍微休息一下 等救护车 我去看一下他们的情况 吴凡说完 就来到了那八个健义勇为的农民身边 问道 你们大家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很严重啊 八个农民刚才眼看 就要遭受致命重疮 危难之际 见吴凡帮他们把十几个年轻人制服了 都是一脸的惊喜 赶紧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然后说道 还好 似乎没有受什么重伤 只是皮外伤 谢谢你啊 年轻人 要不是你出手 刚才那个撑托就要拍死我们的人了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你们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出手也是正常的 不用客气了 吴凡笑了笑 然后说道 对了 他们十几个人那么凶残 而且又多是年轻人 我看你们都是农村人吧 怎么刚才敢一无反顾的出手 帮那个老人家呢 我们现在不怕啊 现在有桃园建议勇为基金会 我们该出手时就出手 只要是维护正义 是建议勇为 出了事基金会都会替我们做主 有法律问题 他们会派法律顾问帮我们解决 涉及到钱的问题 他们也会给我们解决 所以我们刚才敢出手 其中一个农民很真诚地说道 哦 那就好 其实像他们这种仗是欺人的事情 只要我们边上的人 团结起来一起出手 其实还是能制服他们的 就是下也要把他们吓退 吴凡感慨地说道 你说的没错啊 可是要是在以前 没有那个桃园建议勇为基金会的时候 谁敢出手啊 本身是路见不平而出手相助 可是万一打伤了别人 那分分钟都是要赔钱 甚至是坐牢的事情 而自己被打伤了 还可能会定为一个户殴 也没得一分赔偿 因为建议勇为很难认定 其中一个农民摇摇头说道 对 另外一个人附和道 以前要坏人的成本很低 而好人的成本太高 知道吧 有老人倒地 别人扶他起来 他就说是人家撞倒他的 还去起诉他 判官质问扶他的人 不是你撞的 为什么会去扶 所以一定是你撞的 结果判赔几十万 那个好心助人的人 哪赔得起 贺农药死了 没错 还有一个小偷去人家家里偷东西 结果被主人发现了 自己惊慌逃窜 结果失足坠楼死了 家属还起诉主人 说没有尽到安全提醒 结果判官也判主人赔钱 你说冤不冤呀 哎 最恼火的是有一个恶棍强奸一个女人 结果女人挣扎反抗 导致那恶棍器官折断了 竟然也去起诉女人过失伤害呢 这都什么人呀 还好 现在有了建议勇为基金会 再出现这种情况 有人替做好事的人撑腰 所以做好事的人才多了起来 社会风气都明显有了好转 现在有老人倒地 肯定有人会去服 因为不怕被讹了 或许这个话题太过让人有同感 所以不仅是八个农民 就是旁边的人 都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 无凡摆摆手 示意他们别扯远了 同时说道 那是在以前事情了 以后就不会出现让做好事的人 含心的事情了 有桃园建议勇为基金会做后盾 以后我们大家再遇见别人 有危难之时都要挺身而出 大家觉得是不是啊 旁边有些人略有些脸红 尴尬地说道 对 刚才我都忘记有那个建议勇为基金会了 我就想着 现在服一个老人都可能被讹 只要有人出事 就会被要赔钱 所以哪敢出手啊 被他们打伤了 当然不好 万一打伤了他们还要赔 可能赔个倾家荡产 我都忘记了原来有个建议勇为基金会 就是 我也忘记了 要不然 我们也可以一起出手 人多力量大吗 再说了也是邪不胜正 只要大家都站出来 坏人还是害怕的 像是老鼠过街一样 人人喊打 另外一个人复合道 无凡赞赏地点了点头 这样就好 大家都要知道邪不胜正 加上有桃园 建建议勇为基金会 一定会做大家的后盾 只要是建议勇为 只要是正当防卫 一切的损失都由基金会帮你们捍卫 绝对不会让你们流血又流泪 对的 对 请问你是哪位啊 有人见无法说的那么正义凛然 由衷敬佩地问道 我就是桃园实业公司的总经理 就在这时 范水斌走到吴凡身边 亮明了身份说道 你们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但是你只要知道桃园建议勇为基金会 就是我们桃园实业公司创办的 就知道他怎么敢及时出手 又怎么会那么厉害了 他并没有把吴凡的身份说出来 心里想着吴凡是要保持低调 如果有人认出来了那就算了 没认出来就没认出来 就没必要说出来 哦 对 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 你一说我就看出来了 果然是桃园实业公司的总经理 对 你是范总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哈哈 我就说了怎么那么面熟 原来是经常在电视上看的 是隔壁天水县的那个桃园实业公司的总经理 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 没想到今天能见到真人 哇 比电视上还漂亮 范总 你来我们县市做什么的 是不是也要在我们临水县建一个桃园实业分公司 让我们也有工作啊 那些人知道了范水兵的身份之后 一个个都非常兴奋地问道 快点走啊 快点走 就在范水兵一脸微笑地想要回答时 突然外面又有人大声地喊了起来 快点走 你们快点离开啊 有人拿着刀过来了 肯定是他们一伙的 拿着刀过来了 听说拿刀过来了 不少围观的人 马上吓得赶紧撒开 双腿就跑 只有少部分人 在看了一眼范水兵和吴凡之后 坚定地站在了他们前面 你们怎么不走 范水兵好奇地问道 你就是桃园实业公司的范总 有你在我们还怕什么呢 再说了 你这么一个对农民那么好的人物 我们就是死也要保护好你们的 其中一个农民非常坚定地说道 对 刚才你们都说了邪不胜正 我们就站在这里一圈 看他们敢不敢真的砍我们 再说了 有这个大个子那么厉害 刚才出手就把十几个年轻人打倒了 我相信他们拿了刀也占不了便宜的 另一个人也非常坚定地说道 吴凡和范水兵相识一笑 心里想到 看来这个社会上有正义感的人还是不少 只是以前因为种种原因 让大家不敢表现出这种正义感 因为一旦出手 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麻烦 建议勇为 基金会推出来的却是非常必要 极大的振奋了人们的正义感 正说话间 那便十来个年轻人提着寒光闪闪的砍刀 哇哇吼叫着朝这边冲了过来 看他们的架势 似乎是要砍瓜切斗一般的对这边的人下杀手 这种架势 哪一个人看了会不害怕呢 何况围观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和市民而已 吴凡果断地把前面的几个农民拉开 然后自己站在前面 他可是会功夫的人 岂能让一些农民用身体来保护自己 就在这时 那十来个嗷嗷乱叫的年轻人 冲到吴凡面前时 却突然停了下来 其中一个手指着吴凡说道 看见没有 是他 我靠 就是那个撞伤小兰的那两个家伙 哦 还真的是啊 这家伙撞上了小兰 小兰公公 那个鬼东西 还不让我们管 还说我们打伤人会惹上更大的麻烦 他奶奶没想到冤家路窄 在这里还遇见了 那个为首的年轻人指着吴凡说道 吴凡 你小心一点 怎么那么巧 这个人就是在小兰家门口那里 拿棍子要砸你脑袋那个 范水斌自然也看出来了 也是非常紧张地 在吴凡耳边说了一句 哈哈 吴凡冷笑几声 说道 刚才在那里因为担心你的安危 所以我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 现在他们竟然送上门来了 这笔账我就跟他们一起算吧 感动我身边的女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 于是吴凡指着那个 为首的年轻人说道 没错 就像你说的 冤家路窄 在小兰家那里 你狮子大开口 要我们赔一百万 而且还直接拿棍子砸我的脑袋 想把我砸死 最后砸伤了冰冰姐 今天 你如果能当着大家的面向我们道歉 放下屠刀马上转身离开 我或许还能原谅你们 哈哈 那个年轻人放声大笑道 大个子 在小兰家 我是好歹给了那个她公共的面子 毕竟我们是一个村的人 在这里我是不会给你任何面子的 何况 你知道吗 你打伤的这十几个人都是我的小弟 我能不替他们报仇吗 你他奶奶真的是一响天开 还要我向你道歉 哈哈 大个子 如果你跟你旁边那个女人 现在跪下向我们磕头 连叫我们食生爷爷 并且赔偿我们一百万医药费 我或许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当然了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把你身边这个美女留下给我们玩 然后你可以马上离开 这个女人在我们玩够之后 我们也可以放她离开 听她这么说话 旁边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农民气氛男人 指责这个年轻人怒骂起来 你们这些畜生 怎么说出这么没有人性的话来 人家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以为是你们的玩具吗 竟然还说留给你们玩 混账的东西 要知道 在泛水兵亮明身份之后 这些农民就已经把她当成心中的神了 不是女神 是保护神 是保护农民的神 心中的神岂能容忍别人亵渎呢 所以其他农民也同样的一脸怒气 瞪着那些年轻人 她奶奶 跟这些臭东西说不清道理 给我好好的教训下他们 那个年轻人似乎恼羞成怒 大手一挥 怒吼了一声 呼呼 她拾来个兄弟手中的刀 发出极大的呼啸声 然后就朝眼前的这些人砍了过来 当然包括站在最前面的吴凡 吴凡担心身边的这些农民朋友会不顾生死的往前 到时候就真的害了他们 于是他只能快速往前一步 然后抬起右掌 潮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年轻人 猛的一掌挥了过去 那个年轻人显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因为吴凡隔着他 还有几米远 而且他手里的砍刀 可是明显要掌过吴凡的手臂的 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再加上吴凡手无寸铁 所以他觉得吴凡就是躺臂挡车 只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吴凡这一掌可是运用了三成功力 呼的一声 一道无形但激猛无比的掌风呼啸着澎湃而出 像是十二级台风一样 隔空击打在了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年轻人或许做梦都没有想到 明明自己的砍刀都还没有碰到这个大个子 为什么却突然感觉到一股澎湃无比的力量 作用在自己的身上 导致他根本无法控制身体 顿时凌空飞起 呼啦啦 他的身体像是被炮弹击中 巨大的冲击力作用下 猛然往后窜 顿时就把后面几个兄弟都给撞倒在地上了 而且偏偏也那么巧 刚好一个兄弟手中的刀并没有举起来 而是横抓在手中 因此他倒下去的身体恰好砸中了那把刀的刀尖 噗的一声 那把刀从他的腰间直接穿透过去 再从肚皮上漏了出来 啊 他马上发出了鬼哭狼嚎的惨叫声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哦 见鬼了吧 他的刀好像都没砍到别人 为什么他自己倒下来了 年轻人那些同伙健壮 一脸的震惊 因为他们想象的场景是年轻人一刀把这个大个子砍中 然后大个子轰然倒地 或者是赶紧狼狈往后逃 怎么都没有想到 居然是自己的人往后倒 而且像是突然被鬼魔缠身一样 蹬蹬蹬地往后退 接连撞倒几个自己人之后 还被自己人的刀给刺中了 这一幕实在是太诡异了 所以不单单是那些年轻人目瞪口袋忘记了有所动作 就连围观的那些市民和农民都是一脸震惊 显然都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呜啊呜啊 就在这时 一阵警笛声游远而近 片刻间两辆警车呼啸而至 都别动 都别动 时来各治安人员跳下车 举起手中的枪指着大家 咦 这次治安人员出警挺快的 打了报警电话好像才两分钟左右他们就到了 我靠 真的比以前都快多了 是哦 这里离警局也有几公里 啊 应该没那么快吧 是不是他们之前刚好在半路上 听到报警后就直接来了 我也打了急救电话 救护车都还没到警车就到了 医院比警局还近啊 围观的人看见治安人员到了之后又在那里议论着 那些拿刀的年轻人可能都是没反应过来 因此来不及逃走 见治安人员用枪指着自己后 不得不把手中的刀扔在地下 然后举起了双手 他们再怎么无知 也知道手中的刀是干不过治安人员手中的枪的 卡叉卡叉 治安人员马上给他们戴上了手铐 治安同志 我们可都是自卫啊 看着他们十几个人如此残忍地殴打这个老人家 我们良心过不去 才不顾自己的安危去帮忙 结果被他们打敌很惨 后来这个大个子过来帮我们 谁都没想到 这些年轻人是他们的同伙 竟然拿着砍刀又过来直接砍我们 可是大个子也没有打他们啊 他们自己倒地下的 刀也是他们自己刺在自己人身上的 看见治安人员过来了 有农民赶紧上前解释 他也怕给吴凡惹上麻烦 同样的 自己也不想惹上麻烦 虽然有建议勇为基金会给自己撑腰 但是能不麻烦建议勇为基金会就不麻烦好了 不过 还是有两个治安人员 威严地朝吴凡和范水兵走了过来 旁边的几个农民健壮 赶紧挺身而出 又挡在了吴凡和范水兵的前面 可是谁也没想到 两个治安人员来到吴凡他们面前时 并没有掏出手铐来 而是直接恭恭敬敬地朝他们敬礼 吴凡 范总 感谢你们建议勇为捍卫百姓的利益 两个治安人员一边敬礼一边真诚地说道 啊 你们认识他们 旁边的百姓松了一口气地笑了 怎么会不认识 范总可是桃园实业公司的总经理 鼎鼎大名的人物 而旁边的吴凡 可是最有正义之感的人 他出手一定是正确的 再说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他们公司生产的监控飞船 刚才这里人群聚集时监控飞船 已经发出了报警 所以我们已经全程掌握了现场 这边的情况早就已经知道了 孰是孰非心中已有定数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一个治安人员如实说道 哦 监控飞船 就是说你们在局里 就能看见这边的情况 一个市民好奇地问道 对 没错 就是我们系统上设定了有人员大量聚集时 监控飞船 也就是相当于在天空的卫星 就会给我们报警 然后屏幕上会自动呈现出这里的状况 因此我们一边出警一边有人在继续监控 监控的人还能把现场的情况画面传给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 你们是为了就那个老人而见义勇为 而无凡是为了就你们才见义勇为 当然也知道了 后来这十来个凶残的年轻人 拿着砍刀来是要置人于死地的 也知道他们误伤了自己的人 治安人员非常肯定地说道 太好了 太好了 治安同志 这么说来 我们和这个无凡都没有任何的责任了 有人还是不太敢相信地问道 当然没有任何的责任啊 而且你们这是见义勇为 我们会向局里申请给你们见义勇为奖励的 现在就是要弘扬正气 鼓励承恶扬善 那个治安人员笑了笑说道 如此甚好 正义终究是正义啊 现在见义勇为 再也不用像以前那么担心了 那些百姓终于彻底松了一口气 吴凡看了看现场 见警方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 于是就说道 既然没有我们的责任 那你们自己处理吧 我们就走了 啊 不要啊 吴凡 我们局长说了 要我一定请你跟范总到我们那里去坐一坐 还请给个面子 有一个治安人员赶紧上前客气地说道 不了 我们还有事 你们也要处理公务吧 吴凡摆了白手 范总 吴凡 你看还是跟我们去一趟吧 我们局长说了 要是我们没有把你们请回去 就撤了我的职 那个治安人员苦笑着说道 你不会是请我们去参加鸿门宴吧 到时候在宴席上把我们抓了 吴凡开起来玩笑 不会 而是我们局长早就对你们佩服的五体投地 今天难得你们光临本地 他说了一定要尽地主之意 中午破裂请你们喝喝酒 他现在有重要事情在办 不然他都要亲自来现场请你的 吴凡看了看 范水冰 意思就是问他怎么样 范水冰微笑着说道 我看这样吧 反正我们准备在临水线发展 以后要麻烦他们警局的事情也不少 再说了我们又不是去贿赂他们 而是堂堂正正的去做一下课 也未尝不可 对 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我们非常敬佩你们 以前就算要去天水线请你们来都不一定有时间来 今天既然来了 还请一定去认个门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那个治安人员非常客气地再度邀请 好吧 那你们先办案吧 等案子处理好了 我们再跟你们回去 不要影响你们做事 吴凡做出了决定 好的 那你们就在旁边稍后啊 我们把这个案子处理好就一起回去 对了 吴凡想起了什么事 说道 那个年轻人就是带刀里面为首的 我在前头村看见过他 当时我们的车跟一个村民发生寡蹭 他开口就要我们赔一百万 然后直接用棍子要砸我的头 结果冰冰姐为了救我 扑在我的身上 挨了他那一棍 你们也要好好查一下他 我听村民说 他们在外面就是为非作歹 敲诈勒索这些 可能还有其他案件牵涉 好的 放心吧 吴凡 我们一定会彻查到底 把他们的每一件事都查清楚 光是他今天带着那么多人 且带着砍刀来攻击你们 就可以让他把牢底坐穿了 你放心吧 好吧 那你们忙吧 吴凡挥了挥手 紧张的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顺利进行 半个小时之后 那个为首的治安人员 就对吴凡和范水斌说道 好了 案子已经查清楚了 剩下的等后续处理 我们现在回局里去吧 也行 不过我们就不坐你的警车去了 要不然围观的百姓 还以为你们把我们抓去了 你们先回去 我们走路过去 哦 那也不用 我们还有一辆私家车的 坐我们的私家车过去就可以了 治安人员笑了笑 马上就有一个人走过来 对吴凡和范水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既然如此 吴凡跟范水斌也就不再客气 跟着他们上了一辆私家车 然后朝陷警局驶了过去 欢迎欢迎 欢迎范总和吴凡来我们警局指导工作 警局内门口 局长带领十几个手下 站在两边恭恭敬敬的 做着欢迎的首饰 哈哈 给你们添麻烦了 吴凡朝他们打招呼 哪里 你们能来 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请 我们先到会客室去坐坐 局长客气地上前和吴凡及范水斌握手 后做了个请的手势 在往会客室走的过程中 局长对旁边的一个手下叮嘱了一句 你去临水大酒店订两桌吧 一定要丰盛一点 这可是招待吴凡和范总啊 他们可是神一般的人 我请都请不来 通知妇科以上的都去做陪 钱就用我自己的 放心吧 我马上去 那个人应了一声 就赶紧离开了 吴凡听力敏锐 何况人家没有避开自己 自然听见了 于是赶紧说道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请我们吃饭 那可就上纸我们两人 总共有八个人 要你大出血一次 吴凡当然不会光顾着自己吃香喝辣的 而忘记了苗翠花等六个公司的核心人物 哦 是吧 那更好 没关系 多加一桌还吃不穷我的 局长赶紧说道 同时对那个手下 使了一个颜色 进到会客室里面 给他们两个泡上茶之后 局长客气地问道 范总 吴凡 怎么这一次终于到我们县来试茶了 哦 是这样的 我们准备帮助林水县的农民创业致富 范水冰简单地把自己来的目的说了出来 太好了 局长兴奋地说道 我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 一直在盼着你们来我们县发展啊 虽然你们主要的是帮助农民提升地位 但是农民可是在我们县主要的人口啊 他们有钱了付了 那我们整个县的水平不也提高了吗 而且他们有钱之后 这个社会治安 还有这个交通设施 这些都会有明显的变化 说不定我们临水县也会像你们天水县一样 成为全国最有名最富有的县 但愿能做到这一点吧 不求最富 但愿农民从此生活无忧 范水冰笑了笑 局长又说道 对了 你说你们是要租办工厂所是吧 这些事情你们早点找我们啊 我们会替你们去办好的 你们是我们的客商 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 客商求都求不来的 这种事情只要你们一句话 我们县府相关部门 必然会极力为你们办好的 不用 不用麻烦了 我们只想用自己的力量 来为百姓做点事情 政府有政府的事情要处理 不要麻烦 范水冰摆了摆手 而无凡说得更直接 只要你们县府的人 不捆住我们的手脚 不找我们的麻烦 不要我们上供 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哪还敢麻烦他们呢 哦 不会的 无凡 这个你放心吧 我们县虽然很穷 甚至还不如当初你们的天水县 但是我们县不管是哪条战线上的领导 都还是比较公平公正 而且比较清廉的 也是一心想着要改善农民 改善全县百姓的生活的 那个局长非常诚恳地说道 是吧 那样就好 那我们以后在你们灵水县发展起来就有信心 有底气 那肯定啊 你们做的是立国立民的百年大计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有良知 只要还有一点善心的人 都会全力支持的 哦 对了 你说的租场所的事情 我刚刚想起我们县有一家酒店要转让 我现在就打电话跟他联系 你们等一下啊 局长说完 马上拨打了一个电话问道 你们那个酒店转让了没有 没有事吧 那最好 我们这里有个人想买来当作办公场所啊 等一下到你那去看一下 行 那我们待会就过来 挂了电话之后 他很开心地对吴凡和范水斌说道 非常巧 那个酒店到现在还没转让出去 听说我要带人去看 老板很高兴 看来是要急于出手 因此可能花的价钱不高就能把它买下来 太好了 你说那个酒店叫什么名字 在哪个位置 我们过去看一看 吴凡听说有酒店转让 当然还是很开心 毕竟在天水县 当时也是把花园大酒店买下来 然后改造成桃园实业公司天水办事处 还有就是农民互助会天水分会的办事处的 酒店改造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办事处也要有客房 也要有厨房 也要有餐厅 所以如果是酒店 只要稍作改造 就可以直接利用 而如果是其他的厂房这些 那就还要做大的改动 因此有酒店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可以 那我现在带你们去看吧 看完了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林水大酒店就餐 局长非常激动 啊 不好麻烦你了吧 到时有人说这是官商勾结 利用权是逼房东卖便宜 给我们好处 就会坏了你们的名声的 我们还是自己去好了 范水斌看了一眼吴凡后说道 不会的 谁不知道你们非常正直 非常受欢迎 根本不可能也用不着去贿赂别人 再说呢 权限的百姓其实也了解我这个人的 不可能说我会跟你们什么勾当 局长赶紧摆了白手之道 不过吴凡站起来说道 还是按冰冰姐说的吧 你们不用去 就我们两个去 然后 我再会和我那些同事去看就可以了 毕竟这件事情只是我们公司的事情 和局里没有关系 你们去了确实怕影响不好 既然吴凡说的那么坚定 那个局长脸上的表情略有一些遗憾 然后说道 好吧 既然是你们的决定 我们当然要照听 那你们看完之后就打电话通知我们 然后我们就派人来接你们到灵水大酒店去吃中午饭 不用你们接 我们看好之后就直接过去天水大酒店 你到时告诉我 在哪一个包厢就可以了 吴凡又拒绝了 显然不想太麻烦别人 自己是来造福灵水县的农民的 而不是来显摆的 现在有的一些所谓的客商 去到哪一个地方 就要这个地方的官员接待得好好的 甚至还要安排美女陪 派头十足 似乎有一把自己抬得高高的 突出自己资本的强大 这让很多急需招商影子的地方颇为恼火 有时候却又不得不违心去办 吴凡可不想这么做 他只想踏踏实实地为农民提高地位 那行吧 一切都听你们的 局长也只能这样说了 吴凡和范水兵随即就来到了 局长说的那个叫 新亚湾的酒店 这个酒店离警局也就是一公里左右 所以他们在十分钟左右就已经到达 这自然是他们一边走一边四处观察的速度 否则两三分钟就应该能到 你好 你们是桃园实业公司的吗 两个人走到酒店门口时 门口站着的四个人赶紧快步迎了上来 其中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一脸期待地问道 哦 正是啊 你们怎么知道 吴凡一脸疑惑地问道 陈局打电话过来给我们了 说你们可能会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酒店 有意买下这个酒店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等你们了 对方恭敬地答道 原来如此 辛苦你们了 范水兵笑笑 既然警局的陈局长已经通知了他们 而且他们已经在这等了 那就也无所谓了 毕竟人家也是一腔热情吧 就算出乎自己的预料 也在情理之中 不辛苦 非常荣幸能认识你们 范总你和吴凡 就到我们酒店里私下看看吧 我们原来是准备五百万出售的 现在既然是陈局通知我了 而且你们又是桃园实业公司的 是我非常崇拜的人 所以我准备三百八十万 就出让给你们 如果你们真的喜欢的话 怎么样 那个酒店老板 非常虔诚地看着两个人 哦 这酒店看上去挺大的 有多少面积 有多少个酒店客房这些 你简单介绍一下吧 范水兵指着看上去 富丽堂皇的酒店问道 占地两万个平方吧 房间有客房168间 还有餐厅 有夜总会 还有足浴室这些 总之酒店的配套设施都非常齐全 酒店老板似乎有一些自豪地介绍道 行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范水兵听了之后点了点头 我陪你们一起去吧 那个经理请示道 不用了 你们忙你们的 我们两个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范水兵连连摆手 因为他知道 如果跟着酒店经理一起去 肯定有的东西是看不到的 毕竟人家会有所隐瞒 什么东西都是暗中查访才最真实 最有用 见范水兵那么坚决 酒店老板自然不好坚持 只好说道 那行吧 你们就随意 待会我在大厅等你们下来 这意思非常明显 等他们下来看结果 到底要不要买下这个酒店 可以 我们到时会把看过之后的感觉告诉你们 范小兵应道 然后就和吴凡走进了酒店里面 他们先是在酒店大堂 然后在其他地方看了看 最后就上了客房 一番视察之后 范水兵非常开心地说道 不错啊 吴凡 这个地方说句实话 比我们当初那个花园大酒店还要好 高档很多啊 我看还是非常适合 改做我们的接待处和分公司的办公室的 没错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 这个比花园酒店更加干净舒适 直接改造不用花什么成本 我们就是要尽量在办公的地方少花钱 而把多余的钱拿出来用在农民身上 我看行吧 就决定用这个酒店 你打电话叫天生书他们都过来吧 不用在其他地方看了 吴凡也是一脸愉悦地回答 好的 范水兵非常高兴 马上就拨打起了电话 而吴凡就还在私下查看着 让范水瓶专心地打电话 所以并没等他 一个人慢慢往前走 哎呀 就在这时 后面正在打电话的范水兵 突然惊叫了一句 同时 他手中的手机也啪了一声掉在了地上 这是因为他一边在走路一边打电话 所以没有注意到四周 而就在这时 旁边房间走出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 那一对男女搂在一起 非常亲热 庞若无人的亲脸和互摸身体 导致路都走歪了 摇晃着走到了他这边 让他躲闪不及 所以被直接撞上了 对方那女的手臂撞向了范水兵心脏部位 让他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毕竟那么柔软的地方 被对方以骨骼为主的手臂撞上 确实很痛 你怎么回事啊 臭女人 走路不长眼睛吗 竟然撞到了我的老婆 那一对男女中的男人 顿时一脸愤怒地指着范水兵骂道 不 我是在正常走路啊 是你们撞上我的 范水兵赶紧有些委屈 也有些生气地解释道 我虽然没看见你们 但是我走的是右边 你们直接走到左边来了 才撞上我的 妈的 明明自己是被撞的 手机掉地下可能也摔坏了 结果撞自己的人 却先把自己给臭骂了一顿 换了谁也不会高兴 我草你马呀 臭女人 反正撞了我老婆 你今天就倒霉了 臭女人 你说怎么解决 要么跪下给我老婆道歉 要么就赔她一万块钱做损失费 那个男人厚颜无耻地说道 什么 她用胳膊撞到我胸部了 到底是我受的伤害大 还是她的伤害大呀 竟然要我赔一万元钱 有没有天理 范水冰对于这种男人 真有一点哭笑不得了 啊 撞到你胸部了 那你让我检查一下 如果真的是撞到了那里 我们也就不要你赔了 来呀 脱衣服让我看呀 那个男人一脸邪恶地盯着 范水冰心脏不为说道 范水冰本身就是身材傲人 加上现在有一些生气 所以身体起伏明显 确实是特别的诱人 正常男人可能都想多看一眼呢 何况对方这种 一看就不是好人的东西 无耻 范水冰生气且难为情地 把身体扭了过去 哈哈 我是无耻呀 就喜欢看女人那些 平时不会见阳光的地方 你要么拖了给我验伤 要么就赔一万元钱 男人擦了一下口水说道 不可能 我都说了 是你们撞上我的 他用肩膀撞向我的胸口 而且还把我的手机撞在地上了 我本来是没准备找你们麻烦的 你们居然口口声声 要我跪下给你们道歉 还要赔一万块钱 你们这是想钱想疯了吧 范水冰颇为生气地指着他们说道 他说的是事实 且无凡听见这边的动静 已经再往回走了 所以他自然会坚持事实 不可能屈服 老公 你跟他瞎说什么废话 他要是不赔钱的话 就把他拉去卖了 反正他看着也挺漂亮的 不怕卖不出去 有的是想要的人 你那么多的朋友 随便开个价 都有人把他买来睡一晚 这时 那个男人旁边的女孩子 一脸坏笑地 看着范水冰说道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那个男人 再一次用邪恶的眼睛 上下打亮了一下范水冰 一脸坏笑地说道 我刚开始还没发现 这真的是人间极品啊 非常的漂亮 比老婆你还漂亮 这样吧 美女啊 看着我老婆的份上 今天就不太过为难你了 你先当我一天的女朋友 然后再去卖 替我们去赚够一万块钱 我们就放过你了 你 你 范水冰气的脸色通红 真的 他见过无耻的男人 可从来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么厚颜无耻的男人 而且 他旁边那个女人 也真的是同流合污 既然能出这样的馊主意 真是不是一类人 就不进一家门 是他们撞到自己的 结果还要自己跪下道歉 还要赔一万元钱 而且 现在竟然还想着 就因为这件事 要自己去卖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哪里 还是什么法治社会的人 所有的思想 行啊 老公 你这个想法挺不错的 你现在就带他进房间去睡吧 我就去外面吃点东西 哈哈 我不干涉你的 没想到那个女人 更加是一脸笑意地说了一句 或许是受到了鼓励 也或许是饭水兵的姿色 实在是太吸引他了 因此 那个男的竟然笑嘻嘻地 就上前伸手来拉饭水兵 想要把他拉进房间 他们刚才 就是从旁边那间房间出来的 门都刚刚关上 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饭水兵见状 赶紧往后躲了一步 怒斥道 光天化日之下 你难道还真想 强行把我拉进房间怎么样 对呀 我就是这个想法 你又能怎么样 你要是乖乖地 跟着我进去就少受点苦 要是假装正经在这里反抗 让我制服了你 待会在里面 你就知道我的厉害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 你们这样做会后悔的 你知道吗 后悔什么 这个是我的老婆 你也马上要成为老婆 我跟我老婆进房间 做喜欢的事情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会违反法律的 走吧 跟我进去吧 别再躲了 哈哈 那个男人依然大笑道 然后再一次张开双手 直接上前 就要把饭水兵搂进怀里 饭水兵刚好退到柱子那里 退无可退了 他知道吴凡再不出手的话 这个男的可能 真的就会把自己抱在怀里 不过他有自信 吴凡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你找死 果然 就在这时 传出一道怒吼 同时可以看见吴凡的身影 瞬间往前移动 在那个男人的双手 即将接触到饭水兵的瞬间 吴凡从伸出一只手 从背后揪住他的皮带 然后轻轻一提就把他举了起来 你 你干什么 把我放下 放下来 那男人刚才还一心想着和饭水兵亲热呢 现在突然被举过头顶也是明显的吓坏了 乱了分寸 惊慌失措的大叫 放了你 哼 你敢对我身边的女人胡言乱语 而且还已经动上手了 我岂能轻易放过你 今天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你这个没有点法治观念的恶男人 你不是看见女人就想上吧 我让你今后再没有机会做真正的男人 吴凡说完 手用力往前一推 轰隆 医生 那个男人的身体就猛然砸在了墙上 再落在过道上面 哎哟哎哟 男人似乎被摔到了什么地方 一个手搂着腰 一个手摸着某处 身体勾搂着 不停地惨叫 吴凡淡然地看着这一切 他自然知道这个男人什么地方受伤了 刚才吴凡 可是看见墙上有一个凸出来的东西 所以扔那个男人时 是让他两腿前面正对着那个东西 同时 他在推开它时 已经运用了暗镜 把他的腰椎震碎了 这样的男人 以后就再也不可能算是真正的男人了 当然不要说某些地方立不起来了 就是身体也不可能直立 那震碎的腰椎骨就是神仙也治不好 男人身边的那个女人赶紧上前查看情况 非常紧张地问道 老公 老公你怎么样了 你怎么样了 哎哟 我要被他打死了 快打电话报警吧 男人声音发抖地说道 你傻了吧 这种情况怎么报警 报警的话我们可是自找麻烦呢 那个女人说道 那怎么办 你打电话给腰爱玲吧 赶紧送我进医院去 太迟了我不死也废了 我那里可能碎了 腰也断了 男人还在哀求 什么 你那里碎了 腰也断了 那不就是成人渣了吗 还要我送你进医院 你有钱吗 你是不是受伤了 我就问 你是装得要额他们的钱 还是真的受伤了 女人明显的有些不耐烦了 哎哟 真受伤了 这次可不是为了额钱装的 那里破了 应该稀碎了 而且 我真的腰椎断了 好痛呀 现在身体不能动了 要赶紧送我去医院了 老婆你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我呸 谁是你老婆啊 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我不过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怎么可能是你的老婆 上了床 你就是我老公了 那我老公岂不是成百上千个 你现在既然真的受伤了 那就找你家的那个黄脸婆吧 我才懒得管你呢 白白了 那女人一脸鄙夷地看了一眼 这个男人 然后转身就走 你站住 就在这时 那边有几个人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女人 挡在这个女孩子的面前 吴凡和范水斌看了一眼 见原来是刘天生 苗翠花还有张学友和小兰过来了 挡在那个女人面前的赫然 正是小兰 小兰脸色通红 两行热泪滚落 激动地盯着那个女人喊道 你刚才说什么 你是她的老婆 我呸 我说鬼才是她的老婆 我和她是逢场作戏而已 我是水性洋花的人 怎么能做别人老婆呢 她现在这种样子 只有她自己的老婆才会管她 我才懒得管 她家里有老婆的 还想让我管 做梦去吧 女人不屑地说道 你 你 这么说来 你是知道她有老婆 还和她上床了 小兰指着她问道 手都明显在颤抖 是又怎么样 她是有老婆呀 前头村的一个黄脸婆 我想和她上床救上 这是老娘我的权利 你管不着 就算她老婆来了也管不着 知道吗 她来了看见了 就算亲自抓了现场又怎么样 打也不能打骂也不能骂 那都是犯法的 我有人权的 那个女人有些得意 非常嚣张地说道 这简直就是在挑衅 我去 刘天生忍不住说了一句 年轻女人啊 一个人可以不博学多才 但是也不能太无知了 还把无知当骄傲 你的话以前说可能还没错 现在说就大错特错了 你知道人家有老婆 还和人家上床的话 那就犯了出轨罪了 知道吗 出轨罪你了解吗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没有缓刑 非常好认定的一个罪名 啊 那个年轻女人愣了一下 似乎身体一震 应该是马上明白了 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 而且她应该也了解 出轨罪是什么意思 于是她啊了两声之后 也不再说话 就继续想往前离开 但是小兰依然把她挡住 并且冷冷地说道 你刚才说的话 就已经证实你和她上过床 而且还知道她是有老婆的人 所以你已经犯了出轨罪了 我今天一定不会放过你 会让你们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你她奶奶谁呀 出轨就出轨 这警察都不管 你管得着吗 那个女人瞪着小兰 明显的不服气 我为什么不能管 你要是跟别人出轨那也就算了 可是你知道这个男的是谁吗 他就是我的老公 我的老公 小兰悲愤地大声喊道 同时瞪着那个男人 啊 这下轮到吴凡和饭水斌 他们目瞪口呆了 不会吧 怎么那么巧 那个小兰的老公不是 在家里打了他 然后不知去向了吗 怎么会在这酒店里碰上 啊 你就是他老婆 不可能啊 他都说了他老婆 被他打地要去离婚了 要去寻死 但是我看你好像 一点事情都没有啊 你怎么可能是他老婆呢 别在这里瞎说啊 那个年轻女人 在惊恶之余 又说了一句 我报警 报警抓你们这对狗男女 小兰在眼泪又涌出来的 同时说了句 然后马上拨打电话 那个男人 在刚看见小兰的时候 也是惊呆了 连叫痛都不叫了 当时大家还以为 他是痛得麻木了呢 这回见小兰要打电话报警了 他却赶紧哀求道 小兰 别打电话报警 你要是报警 我们两个都要案出鬼罪被抓 至少是三年有期徒刑起步 我们可是夫妻啊 你千万不能把我弄进监狱去 他这一说话 旁边所有的人 包括那个年轻女孩子都知道 小兰说的确实是是真的了 这个男的就是 小兰的老公 真没想到 阴差阳错的 一对夫妻会在这样的场景下见面 夫妻 嘿嘿 小兰冷笑道 你这十来年来大部分时间在外面 赚的钱也不计回来 听说在外面还沾花惹草的 也从不关心娃娃的成长 回来之后还疑神疑鬼 说我和这个和那个乱搞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吗 畜生 现在这个时候还敢提夫妻两个字 你上午打我的时候 有念在夫妻的情分上面吗 你把我当猪当狗一样的虐待 晚上变着法子折磨我 逼着我要去寻死 你怎么还能把夫妻两个字 说得那么自然 啊 畜生 从双方的谈话都验证了 这个男人就是小兰的老公 而乌凡他们都已经了解到了 他老公的心狠手辣和无情无义 因此对这个男人更加憎恨 这个年轻女人和小兰的老公在一起 而且应该也是明知道 这个男人有老婆 所以他和小兰的老公 同样的不是什么好货色 那个年轻女人听完他们的对话后 脸如死灰 他知道再待下去 等小兰真的报了警的话 治安人员到了绝对会把自己抓去 然后追究出鬼罪的 于是他突然往前猛地撞了一下 直接把小兰撞开 然后小跑着往前逃 别走啊 就在这时酒店老板带着几个人挡在了那里 冷冷地笑道 哈哈 我以前还以为 你们两个都是单身男女 几乎天天来我们这酒店开房 没想到你们都是有老婆老公的人 今天我也替天行道一次 把你们扭送给警局 追究你们的出轨罪 普通 那个年轻女人 见自己肯定撞不过几个男人组成的关卡 于是直接跪在那里哀求道 老板啊 反正你也没有什么好处的 不如放过我们吧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的报答你的 报答 哈哈 你知道刚才你碰撞的是谁吗 你不仅走路不长眼碰到了他 还反咬一口想讹诈他的钱 还要跪下来赔礼道歉 甚至还耸动你所谓的老公 要把他拉进房间去 你做的这件事还有一丝人性吗 酒店老板指着他 义正词严地说道 他 他是谁 年轻女人 这次细细地看了一眼范水冰 包括他身边的吴凡 好奇地问道 显然他从酒店老板的话里听出来了 这个女人不一般 是酒店老板认识的人 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他就是桃园实业公司的总经理范总 他身边的都是桃园实业公司的高管人员 出轨罪就是桃园实业公司的法律顾问 张大律师推动的 酒店老板冷笑着答道 啊 桃园实业公司的 那个年轻女人听了之后 明显地愣在了那里 没错 他就桃园实业公司的总经理 也就是农民互助会的领导 你既然敢得罪他 他如果计较你的话 一声令下 我们全县的那些农民互助会的会员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随时把你淹死 你相信吗 酒店老板瞪着他说道 我相信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大错特错 我无知 我放荡 范总请原谅我 那个年轻女人脸色惨白 转身向着范水冰跪了下去 范水冰冷哼道 太迟了 我本来都不准备 计较你们走路亲热而撞到我 是你们有意找茬 纠缠不休 要我跪下道歉 还要我赔你们的损失费 甚至还要要把我拉进房间去凌辱 你们完全没有一点人性 现在不是我放不放过你们的 而是法律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的出轨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等着法律的惩罚吧 你要记住善恶中有报 出轨中会受罪 唉 那个女年轻人见求情无望 仰天长叹了一声 然后看向那个小岚老公 悲愤地说道 真没想到 我们俩在一起偷偷摸摸 都快十年了吧 一直都平安无事 没想到今天却灾了 这是我们缘分已尽 再见了 说完 这个年轻女人突然间站了起来 然后直接冲向了旁边的一扇窗户 显然她是宁愿死都不愿意去坐牢 坐牢意味着失去人身自由 至少三年 而且在这三年里面 什么人间滋味都很难体会到 特别是像她这种喜欢被滋润的女人 真正的在里面三年什么都不能做 肯定是受不了的 想想那种无法得到满足的痛苦 不如索性了却一生 人中有一死 早死早超生 还能免除痛苦 想得美 就在她想着一死了之 双脚已经爬上窗户即将跳下去时 无反闪电般地冲了过去 直接一把拎住了她 像抓住一只小鸡似的扔回到了过道上 说道 你现在已经不是你了 你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一定要受到法律审判的罪人 怎么能让你轻易地逃脱审判 等着治安人员来吧 反正小兰已经保报警了 呜啊呜啊 就在这时 有警报声有远急进响起 不到两分钟就有四个治安人员快速冲上楼来了 他们看了一眼无反几个人 略有一些不安地说道 对不起了 范总 无反 让你们受到了骚扰 都是我们治安管理不善 没事 没事 这个害群之马 哪里都有 这是他们个人的事 跟你们没关系 范水斌摆了白手 范总 酒店老板已经把年轻女人撞上你 而且 讹诈你的事情报告给了我们 把这上面的监控也提供给我了 事情非常清楚 他们两个涉嫌出轨罪和勒索罪 我们就要把他们带走了 对不起啊 其中带队的治安人员再次看向吴凡跟范水斌说道 然后挥了下手 另两个治安人员就上前把那个年轻女人跟那个男的考了起来 老婆 老婆 你给我求求情吧 我不想去坐牢啊 你给我求求情 只要不抓我了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好的 一定会好好的照顾这个家 这时 那个男的却朝小兰哀求起来 很多人都是这样 平时什么是想做就做 一时冲动 不考虑后果 只有当银色手镯戴上时 才会真正的冷静 只不过 到这个时候 大部分都是悔之晚矣 照顾 你会好好的照顾吗 你每次回到家 都是找我要钱 把我好不容易攒下的 每一分钱都拿走 然后就花在这些女人的身上 你自己赚的钱从来没拿回家来 你连你自己的娃娃和父母 都没有照顾一分 你能照顾好我吗 你对我不好 却还贪恋我的身体 夜夜用一些古怪的姿势来折磨我 完全就是精神不正常 今天上午把我打成那样 逼得我要去跳河自杀 后来又撞上别人的车 你这是逼着我犯错 想去讹人家的钱 然后我被救下来了 你却根本连家都不回 我的死活你根本不在乎 我还以为你去哪里去了 没想到原来你到了县城 找这个女人寻欢作乐来了 你还是一个人吗 你还有脸求情吗 我只希望你不光要判刑 而且最好是判死刑 展力觉那种 小兰指着那个男人悲愤地说道 你 你 她老公似乎无话可说 但是却又好像明显不甘心 走吧 先送你去医院 然后再进监狱 治安人员打断了她的放载 就要抬着她出去 对 对不起啊 我不求你等我了 我不配 但是求你以后 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娃娃 或许是良心发现吧 这个男人 在被抬出去的片刻 又看了一眼旁边的小兰说道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 现在 桃园实业公司 已经在我们村搞土地流转 种植有机蔬菜了 光土地流转的租金 我们家一下子 就能拿到几万块钱 我本来还享有了这些钱后 只要你不再打我 我们就一起 在家里好好地过日子呢 现在没有你 我一样地能好好过日子 你放心待在监狱吧 要是判了死刑 就安心地去死 小兰冷冷地说道 啊 有几万块钱 哇 那可以玩多少女人呀 一晚换一个 一个两百元 可以玩一年了 那钱可是我的 因为我是护主 你一定要不能用我的钱 那钱是我的 我才是这个家里 当家做主的人 听说有钱了 那个男的马上 又变了一副面孔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 请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